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二百二十八集 周少景知道 宋老太是个贪图小便宜的人 这会儿随便送点礼过来 准是能把他老人家的心给收服住 这些东西你拿走吧 我爸今天出院 东西本来就挺多的 也不好拿 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 还有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你可以走了 宋卿城将他买来的什么人参蛋白粉 还有那蓝水果 都通通拿过来还给他 这辈子 他宋卿城最不享有瓜葛的人 就是他周少景 如果不是周少景 他不会和纪正廷有什么弃婚 如果不是周少景 他不会被全校人笑话 如果不是周少景 也不会被奶奶骂各种难听的话 宋老太见宋卿城把这么好的东西都还给了人家 立马就急眼了 宋卿城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凭什么在这里指手画脚 宋老太一把将他推过去 又把礼品给抢了回来 继续怼他 这些是人家小周好心好意买给你爸的补品 你这个做女儿都买不起就算了 还不想让别人买是不是 我说你这女儿怎么就那么狠心呢 我们家是惹你了还是欠你了 你要这么狠心对我们家 宋卿城胸口狠的一通 内心积压了这么多年的怨恨 此刻像洪水一样 往脑门上涌了上来 他朝宋老太走过去 双目凌厉地瞪着宋老太 但还是尽量克制着 冷静地开口 奶奶 我怎么堆这个家了 我爸那一百多万的赌债谁来还的 他这条命谁拿钱来救的 我就差把自己卖了来供这个家了 你还要怎样 说到最后 宋卿城再也克制不住 语气激烈起来 但宋老太 并不是那种随便吓唬一下 就能被吓住的人 反而 宋老太的语气 比他还要犀利地开口 那都是你该的 你要是把小舟给哄好了 以他们家那条件 随便甩个百八十万给咱们家 咱们家现在至于 落魄真这样吗 你还好意思说把自己卖了 瞧你卖的这副德行 人模狗样 愣是没长脑子 单凭宋卿城这水灵灵的模样 要是真有点脑子去勾搭 不知道多少有钱人 撞破头来抢 妈 您就别说了 消消气吧 宋母给女儿使了个眼色 让她别说了 再说下去 这位老太太 只不定要说出多难听的话来 还有你 宋老太又冲宋母大吼 整天就知道什么女孩子要洁身自爱 害得她长了这副好皮囊 却活生生给浪费了 宋老太是越想越恼火 要不是这个母亲每次都叮嘱宋卿城 再会要学会什么洁身自爱 宋卿城或许还能开窍点 母女一样没出息 宋卿城见不得母亲受气 所以她只好把气眼压下来 奶奶 您怎么骂我都可以 但请您不要牵累我妈 我妈为这个家辛辛苦苦奋斗了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同时为人妻为人母 换做您在我妈的角度 您未必能有今天 就奶奶那点只会骂人欺负人的本事 也就母亲能忍受这么多年 换做旁人的话 不知道散伙多少个家了 但是这句话彻底惹击了宋老太 宋老太脸上清白交加 抬起手颤抖地指着宋卿城 你 你真是烦了天了 我看我是三天不教训你 你就无法无天了啊 我 我 看我今天怎么教训你这个不孝女 宋老太 宋老太气得整个人都在打颤 他到处找东西准备狠狠教训宋卿城 然而 医院里没有什么趁手的 宋老太索性搬起椅子 就要朝宋卿城砸过去 妈 奶奶 宋母和周少景一同拉着宋老太 宋卿城双目赤红 目光依旧是凌厉地紧盯着宋老太 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他今天 就要把这么多年隐忍的委屈都发泄出来 以后也再不会任由这个刻薄的奶奶欺辱 他必须要自己强大才能保护好自己的亲人 奶奶 奶奶 你消消气 跟自己的孙女咱们犯不着动气 再说了 青城只是一时冲动 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你别放心上啊 来 喝点水 消消火 周少景这会儿刚好坐牢好人 表现的时候到了 他一边俯着老太太的后背给他顺气 一边从桌上拿了杯水给老太太喝 宋老太喝了口水 总算是觉得顺过气了 小周啊 算你眼亮 没要他宋卿尘 我告诉你啊 谁娶了他这个扫把姓 谁就倒霉一辈子 宋老太咬牙切齿 就好像在诅咒一个有着深仇大恨的仇人一样 宋卿尘双手紧扣在手心里 死死地咬着唇 压住自己要发疯的情绪 妈 您就别说了 宋母眼泪汪汪 没有哪一个母亲 能忍受自己的女儿受这份委屈 更何况还是自己家人这么说 怎么 我为什么不说 都是你这个晦气鬼生了这么一个扫把心 不然我们家也不会变成今天这样 宋老太这一会儿 心里的怨气通通都发泄了出来 好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跟我妈现在就走 有本事你今天把我爸弄回去 以后你就守着你儿子一辈子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有没有那个命去想听伦之乐 宋卿尘忍无可忍 拉着母亲 妈 我们走 卿尘 宋母拉住女儿 满心地为难 妈 您放心 我养一大家子都能养得起 养您和妹妹 只会更好过 宋卿尘这次是伤透了心 也是铁了心 要跟这个家断绝关系 这些年 她活得太累了 所有的心酸和委屈 都在往肚子里咽 一直盼着能有改善的一天 好不容易等来了 又被父亲一场赌博 彻底输了那个期盼已久的希望 她没有抱怨 隐忍到现在 然而等来的 还是残酷的羞辱和歧视 最最最伤人的事 还是自己的亲人 宋老太一听这话 急眼了 宋卿尘 你要走可以 拿一百万来 给我和你爸养老 从那以后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宋卿尘只觉得 听到了一个很可笑的笑话 所以就笑了出来 你笑什么 宋老太见她笑了 就更加恼火了 宋母也看着自己女儿 生怕女儿被刺激到了头脑